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8月 今天Niko来带大家看一个West Cary Torbrothers他们家 马上在今年秋季 估计在10月份吧 会开出来的一个全独栋的楼盘 这个社区它不是很大 只有62套房子 地块是比较大的 0.27个ech到0.6个ech左右 这么大小最大的地块 户型面积它是在 3700多尺一直到5300尺 不到一点的这种四五房 可以有选三个车库的 这么一个选项的 一楼也可以选择有房间的 那么给大家推荐这个社区 主要是因为我们West Cary 现在已经这种新建的独栋社区 已经非常非常稀缺了 而且这么大的地块 当然大家都知道Torbrothers他们家的 房子设计 包括他们做这些社区 都是做的那种比较高端的社区 面积都是比较大一点 那么地块也会大一点 所以呢 它的这个价格各方面 都会要比普通的社区要贵一些 那么这个社区呢 它目前的话 它现在预估的这个总价是130万 包括这个地块 包括这个房子户型 以及包括内部升级 那当然肯定是最基本的 他们配置的一些 当然你如果想要升级更好一些 地块好一些啊什么的 可能会总价就不太一样 可能我估计平均会是在150万 60万这么一个价格范围吧 贵一点的可能要 17080万都有可能 大家也都知道West Carrier呢 现在就是它的这个学区啊 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那么它的这个学校呢 是White Oak Elementary小学 Mills Park初中 Green Level高中 周边的都是非常成熟的小区 生活配套基础配套都非常的晚上 包括交通啊出入啊什么都非常的方便 好那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周边的环境 以及它本身社区里面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布局吧 当然它现在没有这个任何的房子已经建起来了 也没有样板房可以看 我估计它的样板房能够完全展示的话 大概要到年底这个时间段 好那我们先来看看社区的环境 左边就是这个很大的地球公园 然后这个对面有很多的路的左边有很多的小区 这里也是一个小区社区 对面这种成熟的社区 在这个位置啊看一下 它其实还都在清啊 这个地块啊什么的都还没有弄完了 但大家看到没有 它这个白色的那个管子 就是它每一块地的 给大家转一下啊 周边都是非常成熟的这种生活社区 路呢就已经开出来了 样板房估计可能要到年底了 它有些地方的那些树都是保留的 它不会砍掉 左边这里它的信箱也都已经建好了 现在的新房呢都是那种 有专门的一个收信件的地方 这个社区呢有62套房子 62个地块 现在呢Carrie的话呢就是新房 它这个地块不是很多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详细的说一说 这个楼盘的情况 好那我们现在呢先来看一看 它所在的位置在三角区的哪一个区域 通过这张截图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位置呢是位于在Carrie的西面 540高速公路的外面 也是大家可能熟知的华人比较集中的区域 周边啊学校呀超市呀餐厅呀都非常的密集 去到Carrie downtown啊往Apex方向啊 往教堂山往Durham都不是太远的一个距离 整个小区呢是在Green Level Church的这条路的边上 这条路呢其实车流量不是很大的啊 还相对比较安静 它的鞋对面呢踢球的这个公园哈 地块的情况呢 最小的呢是大概一万两千个square foot 也相当于0.27个EC 最大的呢也就相当于大概在0.6个EC不到一点 地块都是相对比较大的 在新房的这种社区里面算相当大的了 总共这个社区里面呢有五个户型可选哈 我们今天呢把Tobreza家他们户型还有位置 包括这个整个社区地块的情况呢 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那么他们呢现在已经开始接受了VIP的排队 大家如果对这个社区感兴趣呢 欢迎联系我我可以给大家先排上队 好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点赞分享按小铃铛订阅 我们下一期再见